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重量只有380g 8核心CPU 4G RAM 跟64G ROM 等于中阶手机的规格 而且作业系统 还来到了最普遍的Android 11 既然是开放的系统 其他的资源格式就不是很担心了 不過在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同样型号在淘宝上多了一个加号 Note 5 Plus 发现规格高了一阶 主要差别是6G RAM跟128G ROM 很吸引人 但是考虑到保固 所以决定还是在台湾的代理商下单 现在来快速开箱 这是代理商送的笔心组 Note 5 轻薄的主机本体 有点分量的收写笔 Type-C 的充电线 保证书 主机拿在手上 不是很重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柔性品的关系 荧幕感觉有点蓬蓬的 主机上只有下面的Type-C接口 还有上面一个可以指纹辨识的电源键 先来开机 先来开机 同意使用说明 时间可以等连上完会自动获取 电源键 电源的初始设定为自动休眠 5分钟 15分钟后关机 这边先保留初始设定 手势的部分有两种 选择新的左右分区的方式 另外也可以利用螢幕两边侧边调 来调整音量跟背光 这边要打开 灌用熟写 选择右手 还要校正一下荧幕 这边一定要使用笔来做校正 完成初始设定 现在来看看初始的环境 有书库、书层、笔记跟储存的部分 原则上都是空的 应用的部分有一些基本的应用 可以看到有内建一个应用市场 设置的部分等一下再来做调整 先回来看看应用市场有哪些程式可以下载 里面有相当多的阅读器可以下载 另外还有新闻跟学习工具工作等的类别 看来如果没有Google Play市场 应该也可以满足基本的需求 以后会针对笔记的部分 再来跟大家介绍 如果你对3C开箱 拍照摄影 智慧家庭有兴趣 欢迎订阅i13C频道 谢谢 谢谢 你 哇 感谢观看